我很不滿意現在的自己 不用說哪一部分 因為每一部分 都是自己 水火不相容 中音樂人何其多 當時我陷入許多環節 只剩把腦電破勉強拉回的勇氣 加上 多少個勉強自己的事和局 一瞬間 都在天空中投影 自己啊自己 做夢的勇氣 告解自己自愈 才想起當初真摯的願景 不怪人不怪命不惜 把逃避化成動力 逃不過至少盡力是緊要 反正 最後還是能找回自己 大家好 剛剛前面這段畫呢 是我前幾天躺在公園的時候 默默誕生出來的想法 不知道最後我很久大家有沒有發現 去年六月開始呢 我非常認真的發片 但是到了七月底之後呢 又開始斷斷續續 直到今年 過了三個月 才發到這個 今年的第一支影片 對沒錯其實我經歷了一些事情 我想說什麼事情 都可以跟你們分享 對吧 大家可以先看到我這片IG 其實我以前做事情 都是非常純粹的喜愛 不在乎外界怎麼看 我不用在乎現實面 我沒有任何的煩惱 但是呢 近兩年我覺得 我被扣上了一些枷鎖 例如說 加入經濟公司 跟別人配合事業 導致到很多的抉擇呢 好像都不能像以前一樣 只考慮到我自己 必須要這樣子做 這樣才會有利益 偏偏我雖然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的耳根子又比較軟 尤其是對於我信任的人 所以我就會照著他們的想法去那樣做 有種種非常多的時刻呢 其實都能印象著本我 而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周旋 真的發現到 我需要找回我自己 好像開始漸漸理解什麼 我才叫真正的做自己 大家不管是在做任何的事情 讀書或者是工作 當你們有意思是感受到 這件事情有一點 讓你的心不太舒服 不迴背你的本意 其實這個時候 你就應該要stop 我覺得我就是很像水的人 任何人都可以接觸 到最後 就變成一個被亂捏的黏土 自己真的要多相信自己 多愛自己一點 就算別人那樣覺得 但是你覺得不是 那你就照你的心走 這是我花了這兩年時間 才學到的功課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在公園躺著 我就想通了自己 簽一下定決心 就直接訂了機票 原本其實是今天要飛 結果半季時間一點 我看成4點 所以我錯過了 我又重新訂了一張明天的機票 我要好好的出國走走 跟自己對話 之後呢 就完全照著我的想法走 不要再被別人左右我 我希望能夠把好的價值 談話帶給你 至於泰國型的這個影片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的不滿 原因是因為 恰好在去年7月底的時候 剛好從上一段戀情分手 那個時刻剛好是 我們在泰國的時候 所以當時拍片的我 其實精神是非常的患散 拍片的時刻 我其實其實都提不起精神 真的要好好做好這趟旅程 我蠻對不起大家 也蠻對不起我自己 有一種一聲大雨點小的感受 雖然我現在想通了 上段感覺會走出來了 可是呢 泰國型也回不去了 大家就帶著 觀察我當時情緒的角度 你跟我一起回顧這個 我們的泰國型吧 大家好我是王狗 泰國型呢我去到了第二間飯店 在頻道會員所投票的這個 曼谷黃工大酒店 以他們四星級 Google評分3.8顆星 1,100泰銖 在泰國這個國家來說 其實不算是太貴的 但是以他這個地方的傳聞 你敢入住嗎 對 我敢 1990年有運郵車在曼谷黃工酒店 附近的碧武里新路 翻覆後爆炸 導致有100人死傷 當時在酒店旁 有一棟兩層樓高的平房 裡面住了很多的妓女 最後也都上升於這場火海 自此之後附近的戲院和百貨公司 都相繼的傳出鬧鬼 最後也都歇業了 從此之後呢 傳聞說 曼谷黃工酒店經常有鬼出沒 並且有妓女陰魂不散 而酒店也因此在大塔 擺放了觀音像避寫 而這酒店的意外情節呢 甚至被搬上大螢幕 鬼后李星傑演出的見鬼電影中 就有這個事件的橋段 甚至還有居住過的巡方客有評論到 他們和當地的性工作者談妥價前後 就到了飯店開房 為了一進房性工作者居然變成了教師 下得巡方客屁滾尿流 當場奪門而出逃離飯店 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你們想要我去的這一間 黃工酒店 我覺得它是偏早期日式風格 你看它還有那種木頭的拉門 而且冷氣也是用這種老式的開關 但整體看下來 我不會覺得它特別的糟糕 一碗一千塊泰銖的這個價位來講 我覺得還算是合理 不過好像說回來 我剛剛在check-in的時候 其實有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check-in完進來之後 我接到飯店的電話 他打給我 他跟我說 我有東西忘在下面 要我下去拿 然後我就下去找他了 結果一到櫃檯 哥還回我說 沒有人打給你 沒有人打給你 沒有人打給我 沒有人打給我 真的嗎 對 沒有人打給我 如果有人打給我 我可以打給你 OKOK 謝謝 直接錄到了這一小段 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恐怖的開端 現在時間呢 是白天 我剛剛在經過大廳的時候 我也發現 這邊的阿拉伯人特別的多 靠 我流血了 不會真的出事了吧 太扯了太扯了 我平常應該是不會這樣子的吧 住飯店就不好寫 天啊 你很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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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你現在都打給你 你現在打給你 你現在打給你 大廳這邊啊 是有這個樓梯可以走的 可是他禁止進入 不知道上面是通往哪裡 他逛完他們的公設 我覺得這看起來非常的合併 現在去不能訂樓 但是14樓不能按 所以我們到12樓 會不會講認真 壓迫感特別的重 而且這個大廳的公設 這裡特別的黑 我們偷偷去看看 好不好 14樓 會不會這樣啊 好可怕 好可怕 這不是我在講嗎 看不到那個人是 3樓是 4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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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好可怕 對 好 請問一下 回到 我們這哪裡有鬼電到這裡沒有 有好多隻小貓 要打坐的人 好可愛喔 喵喵喵 我網路上有影片就是 那個木頭就是你上去摸摸摸摸摸 它就會浮現樹枝 然後那個樹枝就是樂透 是一棵樹不是普通的樹枝喔 裡面會有女神在裡面 在你曾經摸出的樹枝 有沒有中獎過啦 就廢話嘛 不然的話我來這邊說幹嘛啊 我真的有兩三次了 泰國木屋 這個手上的這個錢 然後便宜就要去祭拜祂 和那邊inta 教導ir 湯 博蛋 ry 우리는 7つ 傳統藝 San 博蛋 博蛋 芯 我買了一張這個彩票 買了之後就把動物丟到這邊放生 就可以吃出平安這樣子 好餓 真的是好餓 我選了一個小 你去比桃色 南輪 北上 他說 對 八道 他就畫幻災 你要開始嗎 我是來 那我怕你 你一看 快這麼來 我想說他送給他 他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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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蛤蛤就跟影片剛剛裡面 我上的那個字幕說的一樣 其實他剛剛那段話的意思呢 主要就是在說 沒有啦 其實他是說 要幫我這個古曼彤錄鈴嘛 但是因為我快要回國了 店員呢也說想要讓他們那裡會錄鈴的師父 見見我來幫我這個忙 所以呢最後我就跟Jack共同就把 我的古曼彤留給他 在那邊幫我錄完鈴之後 來寄回來台灣 我就收到了這個Jack寄回來給我的古曼彤 接下來呢他就是錄了這個 鬼妻娜娜的頭髮在裡面 所以呢接下來我就要用 供奉古曼彤的方法 來供奉這個鬼妻娜娜Angel看看 因為他本來就是古曼彤了嘛 那我就好奇說 他又錄了鬼妻娜娜的靈在裡面 同時有兩個靈體存在於這個娃娃裡面的人呢 不知道我供奉他會不會有什麼 特別的反應或者是狀況 要認真觀察他 你們會覺得他有靈魂嗎 我是覺得他的眼睛 是不是感覺跟之前有一點不一樣呢 特別的有神 你們覺得有嗎